欢迎各位新浪网友来到新浪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赵宁 今天做客新浪直播间的这两位呢 可是大人物了 赶紧认识一下 欢迎兄弟总裁王中磊先生 欢迎你 谢谢主持人 然后新浪网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天鱼传媒董事总裁 龙丹妮 欢迎你 你好 特别要谢谢龙总 因为刚才我们交流当中也说了 这么多年我在新浪第一次看到龙总 欢迎你 谢谢谢谢 两位我们这个传媒航母的 掌门人一起坐在这里 一想 我这一想啊 就肯定是有大事了 是不是两位老总 给我们解读一下 是一个有什么样的大计划呢 要跟大家来宣布 谦让一下 其实是 其实是我们两家要合作 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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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是在今年贺岁党要上映的一部电影 叫开心魔法 对于我们两家的合作 也是第一次拍电影 没错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事 很有意思的事 而且这个电影叫开心魔法 我相信网友朋友已经对这部电影并不陌生了 有这个黄百明这样一个能搞笑的一个喜剧大师掌舵 那这样一个电影也是汇聚了两岸三地的众多喜剧明星们 那这样一个电影是两家公司走到一起的一个契机 我想把时间往前去推 最先有这样一个计划是在什么时间 怎么选定了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 我觉得最早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鱼它其实不是一个电影公司 它比较专注于是做年轻人的一个世界 所以应该说大概在一年半以前 我碰一个很机缘巧合碰到黄先生 聊到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青春电影的一个市场 因为黄先生在香港很多年 他有拍过很多电影是推年轻人的市场 那我们能不能跟大陆做一个 在大陆没有类型的一个青春的 有魔幻特色的青春的一个这样的片子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策划 然后在进行当中 然后我们又碰到了钟蕾 然后钟蕾就说 哇就大家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想法走到了一起 就是一拍即合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是很easy的一个事情 没有我们想象中说那么难 但是确实是已经筹备了有大概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最初天鱼公司希望向影 就是电影大荧幕去进发 是为了考虑为自己旗下的众多青春偶像们 有更好的发展是这样吗 从最原始的角度 应该说简单的说 那就是艺人在电影里有表现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还是说天鱼关注的是年轻人的市场 所以我们是会做一切跟年轻人相关的娱乐产品 包括艺人 包括音乐 包括电影 包括电视剧 对 所以这一次也是我们非常认真的去探索 这个市场的一个方 一个市经史吧 在业界或者是在普通网友的心目当中 会觉得天鱼和华仪似乎是有过一些 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些 不愉快 对不愉快的一些 我一直在想不愉快这个词能不能说出来 王总说出来了 我觉得如果不愉快就不会做在一块了 因为其实都是一些个案的一些事情 我跟丹妮其实认识很久 很早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一些合作 但是都是比较小的宣传的合作 没有大的项目跟企业之间的合作 而且那时候丹妮还在台里面 对 还在台里面工作 做导演 对还没主持这个 这么一家大的那个电影公司的平台 我觉得舆论就是这样 其实他很容易把一些事情放大 也会把一些事情混淆 那我觉得其实我跟丹妮一直 我不知道丹妮怎么想 至少在这次合作之前 至少几年之内 我一直都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 可以跟丹妮在电影电视剧 和艺人方面都有好的合作 那这一次确实也是这个 这个黄先生在当中使了一点小计策 因为他跟丹妮聊这电影的时候 没有提华仪 然后跟华仪提的聊这个电影的时候 也没有提 突然有一天晚上 他问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 这个你同意不同意跟天狱合作 我说好啊 尤其是这部电影 我当他听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其实在我脑子里面就开始 有一系列的奇思妙想 就觉得可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可以让两家公司 而且他们对外的包装的 属性有非常不一样的两个娱乐公司 可以一起去合作一部 共同希望有一部一样气质的电影 我还在想就是华仪和天狱的这样一个合作 应该是都会拿出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部分 或者是希望一加一的这个作用会大于二 对不对 那么具体来说是什么呢 从天狱角度来说 我觉得电影不是我们的厂项 我还是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在电影上面 像有华仪和这个制作上像黄先生这样的团队 我们一起来合作 所以刚才钟离也谈到了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一直有合作的愿望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点 来去把它点燃 那么这一次来做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我们对年轻人这个市场的一些属性的了解 那么包括在电影当中 可能我们对年轻人的这个音乐 包括我们的推广上 它的这个市场的营销的手段和方法 包括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湖南卫视的收看观众和年轻市场 它是重叠几率蛮高的 从这个电影的属性来看 它重叠性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可能无论是从传统媒体和娱乐营销 和可能是这个流行的艺人音乐方面 我们会注入我们各种不同的元素 然后希望跟华仪非常成熟的 他们的电影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和市场的导向 包括黄先生的这些的制作水准 我们希望是发生化学反应 就像这个开心魔法四个字 我们很开心的去发生一个巨大的化学反应 对丹妮说的很对 其实我们我们这次整个电影的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占据了两个环节 就是营销跟发行这个部分 制作的是交给这个黄先生的公司来做 所以这次还不算是我们两个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完全的合作 在我希望我们 我跟丹妮一直在讨论就是 在之后我们继续合作什么 可能会把整个的一个电影 或者是其他的项目是从头开始做起来的 这次我们两个也是希望黄先生能够听一些我们 对这个内地的年轻的观众 以及内地的市场的一些意见 在他的制作上面 可以更加和这个内地的观众有非常好的这个交流 虽然黄先生已经对国内市场的很了解了 但是希望这次三方的合作有化学的效益 是 我听说在7月17号将会有一批媒体前往香港去探班 也就是说开心魔法将会向媒体朋友第一次 撩开他神秘的面下之前我们也通过一些剧照了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丹妮也说到了凭借他多年的这个媒体的运作经验 和对青少年市场的了解 那么会为这部电影注入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可不可以在这里先给我们透露一二呢 因为我们也看过百明先生的很多的一些戏剧电影 对 那这部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这部戏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最后要交给叶伟信导演来 对 这次选择叶伟信会觉得 好像他不是一个戏剧导演 没有 其实叶导演拍过很多电影 可能因为最近的作品被大家关注 所以叶导演其实原来也拍过类似的 他第一部电影其实拍的就是有这个喜剧 加上加上一个魔术 但是那时候是非常低成本的电影 那现在他有这个资源跟资历 跟我们三家公司合作可以有很好的预算 然后很好的想象力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这次我非常期待的一个 就是刚才提到 其实跟叶导演的合作也是神交已久 我们两个其实也是彼此都欣赏了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拍电影 我觉得他会表现不一样的一种 对这个电影的一种一种阐述吧 尤其我最近看那个一些 已经发过来的一些素材 能感觉到就是气质还是不错的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其实导演看的是那样子 他很帅 他很闷骚 好像我们公司内部评选 那个最帅的那个3D的导演当中 他是香港评分第一名 第一名 但其实帅导演很多时候 他就是闷骚的 对啊 因为他要装裤对不对 所以我们闷骚一定会在电影里面去看到 而且这个电影我觉得也是 不光是在国内是个空白 同时在国际上也现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 现在在国际上的很多电影都是 其实是以青春偶像为主角 包括你像《目光之城》 包括前一段什么《关键第四号》 然后很多电影 包括《变形金刚》 其实他的主角都是年轻的人 但他背后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电影制作 然后他的预算 他的整个东西都是这样 其实《开心魔法》有点类似这样 可能我们现在还不能曝光主角 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的小孩 然后其实是一个大的制作 对我们知道了 其中的演员有黄满明 颜依 吴尊 吴京 是吧 还有古天乐 然后我听说还有神秘的人物 一直就没有曝光是吧 对 是 就是那个年轻人 就是那个年轻人 是天愚的新人吗 应该说 其实我们拍《开心魔法》 大家还有一个奇迹就是 中国电影则今天确实大家都知道 太太没有新人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开心魔法》开始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每年有一部这样的电影 来推出新的血液和给他们新人平台和机会 所以这一次应该是应该首先是导演 导演他特别渴望有一个这样的新的面孔 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他也拍过很多人 他就希望这个魔法世界里有一个新的 完全没有人看过的小女孩 然后是导演发现了这个小女孩 然后之后跟黄先生 跟我们跟钟蕾 我们都是 然后大家很奇怪的就在意 我觉得这次是大家的焦点是一致的认同 是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要做 叫做新的电影类型 新的魔幻题材和新的人物 所以这个人就诞生了 那我们也保持我们的耐心 希望能够我们一起去分享 知道这个结果的那一天 那《开心魔法》是华谊今年唯一的一部喝碎电影 对于往年的喝碎大户来说 今年只有这一部是为什么呢 对于往后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